第百零二集 李家七少爷失踪了 一个修行的人 这么说没就没了呢 这是李家的报应 什么报应啊 肯定是王家的人做的 除了李家的对头外 谁敢这么做 谁还会有这样的实力啊 是啊是啊 听李家的下人说 多半是前段时间的那块圆 引的祸端 连清风小镇上的普通人 都在这样议论 可想而知 这件风波有多么大 李家上上下下彻底怒了 同时有些恐惧 起初叶凡并不在意 李家回来的两个人 并没有达到命权境界 还不能驾驭神红而行 并不是非常的可怕 但是没过几天 事情的发展 有些出乎他们的预料 风波逐渐闹大 烟霞洞天竟然来人了 几位命权境界的修士 亲旨让李家的人带路 静止前往发现 圆的那座古洞 随后 王家的修士 也将自己尸门的人请来 进入深山 寻找那座古洞 双方险些发生剧烈冲突 难道 此地发现了圆脉 就在这一日 清风阵来了十几头座棋 全都是极其神意的满手 哥哥林甲森森 头脚蒸容 正中那头座棋 嘴是不凡 浑身覆盖着金色的鳞片 灿灿神灰缭绕 像是有金色的火焰在燃烧 行似黄金神厚 只是头颅上多了两根脚 分铲而生 缭绕着金芒 非常的神聚与威武 他的四体没有踩在地面 离地竟有三尺多高 完全是在踏空而行 可想而知 这头异术的强大与可怕 黄金神厚上 端坐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男子 身穿衣衫白衣 看起来很儒雅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非常的俊朗 双眸如水 隐隐有神华流转 称得上是风神如玉 在他的两旁 还有两旗 与他并列前行 左边是一头青色的异兽 行似狮虎 青色的兽毛很长 非常的洁净 如玉一般晶莹 轻灰流转 闪闪神光 而在其头颅上 生有一只玉角 竟在绽放五色神光 这头五色异兽 也在踏空而行 没有真正的踩在地面 神俊不凡 在上面端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一身轻衣 阴气破人 但却隐隐有一种居傲 看着小镇的遗弃 似乎很不屑 另一边 是一头银灰闪闪的骑兽 形如神鹿 浑身覆盖银色鳞片 且额头中央生有一只树眼 通体有圣洁的光辉在闪耀 踏空而行 闲尘不染 在上面 坐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肤若宁之 眸如秋水萌雾 红唇点点 甚是美丽 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带着一丝傲义 在这三人身后的十几棋 也个个不凡 全都是非常珍惜的异种 或临甲三森 或通体如玉 皆有光芒闪烁 坐骑上的人 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不等 无论男女都带着肃杀之气 在他们的周围 凝聚着一股强大的战意 远处 叶凡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头呢 绝非一般人 先不说 为首那三人 仅仅是他们身后的十几名骑士 就不比在腰帝分钟前 见到的荒谷世家 与圣地的人马差 一股强大的战役 与杀伐之气迎面而来 请问 这个镇上有姓江的人家吗 就在这时 一名骑士奉命向镇上的人询问 叶凡心头顿势一跳 他们来寻找姓江的人坐身呢 这样一群强者 来到小镇寻找姓姓干嘛 叶凡心中难以平静 他怕涉及到江老伯与小婷婷 清风阵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异兽 十几头坐骑临甲闪烁 神灰缭绕 让大街上的人惊惧无比 快速地向后躲闪 一名三十岁左右的中年骑士 坐在一头浑身覆盖避临的异兽上 尽量露出和蔼的神色 你们不用害怕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打听本阵 是否有僵性而已 他虽然努力做出平和的样子 但是这些人明显都是身经百战的骑士 是经历过刀鱼血的魔力 自然外放出一股沙发之气 寻常人心惊胆产 一个老农只向西大街 嘴唇发抖土字不清 那条大街 最最大的柴园就是 多谢了 这对人驾驭蛮兽 缓缓向着小镇的西大街前行 不远处 叶凡心中一松 原来这个镇上还有其他姓江的人家 他快速向着东大街冲去 不多时就回到了小饭馆 叫了不 孩子 怎么了 老人从厨房走了出来 小婷婷洗出一盘红彤彤的野果 乖巧地端了过来 无溜溜的大眼睛眨动着 闪烁出好奇的光芒 大哥哥 怎么了 是这样 叶凡刚才所闻所见 对江老伯讲了一遍 老人家 您是否与这些人有过交集 江老伯摇了摇头 我活了七十多岁 几乎从来没有远离过小镇 不可能认识那样的人 好多异兽吗 我想看看什么样子 小婷婷水灵灵的大眼中 泛出很多小星星 跑出小饭馆 好奇地向街道尽头望去 叶凡见小婷婷不再近前 会不会与婷婷的父母有关 应该不会 老人眼中闪现出一丝伤感 她一直在烟霞冻天修行 从来没有远行过 所认识的朋友 也都是同门中人 好多异兽 他们居然脚步粘地 小婷婷站在小饭馆门口 红扑扑的小脸上 既兴奋又吃惊 爷爷 你快出来看啊 他们向我们这里冲来了 叶凡与老人急忙走了过来 只见十几骑快速冲了过来 并无尘土飞骑 所有异兽 全都离地三尺高 踏空而行 他们好凶啊 小婷婷有些害怕了 因为除了正宗的三人外 所有骑士都自然外放出 一股强大的肃杀之气 有一股与生俱来的战意在弥漫 叶凡急忙拉住小婷婷的手 而后又扶住姜老伯 普通人确实难以承受这种威压 寻常人如果长时间面对的话 会心惊胆战 十几头蛮兽 在小饭馆前停了下来 摇头摆尾 临家闪烁 绽放出各种光芒 非常神据 不过 神灰也难以掩盖 他们身上的血沙之气 很显然 全都历经过血战 不是圈养在温室中的宠物 请问 这是姜家吗 郑中央那个看起来很儒雅 与俊朗的年轻人开口问道 他一身白衣圣雪 眼眸如水 偶尾偶尔流转出点点光辉 端坐在黄金身后上 别有一股出尘的气质 与那些杀气弥漫的骑士 大不相同 姜老伯满是皱纹的脸上 充满了疑惑之色 是 不知道各位 有什么事啊 老人已经有七十多岁了 脸上转刻满了岁月的风霜 早已出现一道道褶子 一双老眼 都有些浑浊了 见他这样老迈 一幅风筑残年的样子 端坐在五色异兽上的 十六七岁的少年 顿时皱眉 这只是一个寿员将近的 普通乡下老人 不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 黄金身后上的年轻男子 扫了他一眼 五色异兽上的少年 似有些顾忌 蜘蛛话语 不再说什么 老伯 你一直在清风筑生活吗 是的 几乎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老人如实答道 黄金身后上的年轻人 继续问道 您祖上就居于这里 还是后来搬到此真的 是我父亲那一带 搬到这里的 我是在此地出生的 你们有什么事吗 江老伯满是不解的神色 听到这些话语 黄金身后的年轻人 立时跳了下来 他一身白衣随风飘动 连长须都显尘不染 看起来俊朗不凡 称得上 少有的美男子 以风神如玉来形容 根本不为过 老伯 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 希望你能够回答 不敢当 不敢当 如果我知道 一定 一定 一定回答 江老伯 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 对于这些 骑着异寿而来的修饰 心有敬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